而玉里镇仁爱路上有一名民众与电信业者签合约并设置基地台 于没有事先与附近的居民讨论以及说明 5月份居民挂上白布条抗议要求拆除 而在6月15号国家通讯委员会发文电信业者15号办理一场说明会 临近的居民还是主张要求不要基地台 而设置基地台的民众也表示尊重民意 尊重电信业者 而国家通信委员会表示 要求业者要在6月30号前与地方的居民沟通 玉里镇仁爱路上一位民众与电信业者签合约并且设置基地台 由于没有事先与附近居民讨论以及说明 5月份居民挂上白布条抗议要求拆除 6月15号国家通讯委员会发文电信业者 6月15号办理一场说明会 临近居民还是主张要求不要基地台 我们周边的人都很反感 而且当初要测又没有测 讲了多少次 他一直讲他受受委屈 我们不这样做这样的动作 我怎么可以把这个事情的图解出来 设置基地台的民众也表示尊重民意 尊重电信业者 国家通讯委员会表示 要求业者6月30号之前要与地方居民沟通协调 今天我是要了解这个基地台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乡民对这两种基地台 你们是觉得说希望拆 那因为他这当初申请 哇他是有 第一步他有登陆 也有跟花年县政府 付北的花年县政本给我们 我是希望说 一个建议 我向你们给你们两个礼拜时间 跟地方沟通 我不知道各位能接受 沟通看你们能不能接受 两个礼拜 目前设置基地台的工程停摆 并没有进行 电信业者也尊重当地居民 两周内会积极的来跟居民沟通 我们持续跟里民沟通 两周的时间 持续跟里民做沟通 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也接受NCC的建议 就是每一个月 能够来这边不定时的抽测 抽测电时播的讯号 是不是符合NCC的规定 当地居民也表示 设置基地台的位置 可否远离住宅区 选择公有地或者是空旷地区 电信业者回复 会后会再做通盘的检讨 首次要做的就是消除居民的疑虑 跟居民做有效的沟通 近期会尽快与邻居居民 来协调沟通 记者高松松玉里正采访报道